今次跟大家去游船河 你可能會覺得游船河有多閒 但今次有點不同 如果你帶自己的愛車去游船河 有怎樣看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嘗試帶你的愛車去游船河 在開始之前先離不開 先說說故事 香港的汽車渡輪服務 在1933年開始已經為大家服務 那時候大約是用20分鐘的時間 渡過香港去九龍或九龍去香港 在這段時間很多司機朋友 就會盡量去利用它 例如說很多時候有商業或工業活動 在這段時間處理一下單據 整理一下東西 或者下車伸展一下筋骨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還有最難忘的就是有一個小食服務 例如做一個餐蛋麵 真是樂趣無窮 例如早上說不像吃東西 在這個機會可以休息一下 吃東西 下午也是 但隨著隧道的開拓 在1972年有紅磡隧道的出現 減少了汽車渡輪的需求 去到1989年就增加了東稅 在1997年再加了西稅 即是香港有三條的海隧道 因為這樣的情況 在1998年 汽車渡輪服務就是因為成本太高 利潤太低有一個虧損 所以就停辦了 一般人就已經再沒有機會 帶你的外居去游船河了 幸好珍藏汽車會 搞了一個維港汽車渡輪游 這個就有機會 拿著你的外居再次海上暢游了 回味一下當初這個汽車渡海小輪的風味 當中有不少的股東車 是很難去見到的 這次也有機會去看到 到時有一部出席的汽車 是1949年了 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車齡 大家都知道我是做鏡頭銷售 我也帶了一支1948年的鏡頭 去搭配這輛車 一個1948年的鏡頭 遇上一個1949年的古董車 會拍到甚麼效果呢 這支鏡頭就是叫做Summitter Summitter只有這一款 是一支能屈能伸的鏡頭 一個伸縮鏡頭 可以省省一點位置 拿出來使用的時候 可以的 又不會太誇張 50mm標準鏡頭 光圈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 是比較適當的二光圈 這支鏡頭已經有74歲了 這支鏡頭 到底這支鏡頭 能否拍到當年的感覺呢 因為當時我相信是 黑白菲林的年代 所以做出來的事情 都是用黑白菲林 作為一個測試的標準 灰階比較豐富 如果不是反測太大的話 基本上都是死黑死白 沒有立體感的 而這支鏡頭是灰階比較豐富 因為黑白就不是黑作白 所以過度是比較順滑一點 拍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講的沒用 所以等一下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支鏡頭到底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與此同時 我除了這支鏡頭 我還帶了一支比較現代的鏡頭 一支叫做Leica Tri-Elma 有28mm、35mm、50mm 這支鏡頭是我最喜歡戴的鏡頭之一 因為它有三支定焦在一起 所以有時我不知道戴什麼鏡頭是正確的 這支鏡頭一定不會錯 再加多一支大光圈 或者一支長焦距的鏡頭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這支鏡頭 我其中一支最喜歡戴的鏡頭 剛剛講了兩支鏡頭 我想事不宜遲 大家看看 到底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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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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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